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所有的成功拼的都是长期主义 11月29日 神州1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这一次邓清明终于实现自己的飞天梦 而他为了这一天已经努力了25年 在此期间 邓清明曾经多次和梦想失之交臂 但他始终坚信 飘风不中朝 晝雨不中日 风雨过后肯定是彩虹 如今56岁的邓清明 终于靠着不懈的努力和坚持 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所有的成功拼的都是长期主义 1.既要敢于梦想 更要懂得坚持 1998年 邓清明作为一级飞行员 和另外13名战友一起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 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心中就种下了一个飞天梦 这个梦想对邓清明来说 看似近在咫尺 却又遥不可及 他曾经三次入选载人飞行任务梯队 却三次都以微小的差距落选 始终未能圆蒙太空 看着自己的战友们一次次再遇归来 邓清明心中难免失落和沮丧 他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别人可以执行任务 而我总是差一点 甚至自我怀疑 航天员是我的职业 身为一名航天员 却没有执行过神舟飞天任务 那不是我的失职吗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言自意 而是迅速调整好情绪 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 备战下一次任务 为了自己所热爱的航天事业 即使是做备份 邓清明也是从不懈怠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邓清明知道 自己飞天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但他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全力以赴 希望 失望 跌倒 重来 在经历了多次落选之后 邓清明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曾国藩曾说 行之有恒 是人生第一大事 无论做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吃之以恒的精神 便很难成功 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 但是真正能够实现的人却少之又少 除了无法战胜的客观因素之外 大多是因为没能够坚持出自己的信念 遇到困难的时候 迷茫了 退缩了 放弃了 一个人真正的勇敢 应该是既然选择了方向 便只顾风雨兼程 那些赢到最后的人 既敢于梦想 更懂得坚持 二 能够沉得住气 方能沉得了事 珠光钱先生说过 一切需要时间沉淀的美好 都值得我们耐着性子去等待 这世上的美好事物 必会经过时间的洗礼 和岁月的打磨 成功更是如此 作家王宇坤曾经讲过自己的故事 他出第一本书时 赶转了很多家出版社 但由于是新人 所以是频频遭剧 在那段郁郁不得知的日子里 他焦虑的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看着当初和自己同时出道的作者们 一个个的快速崛起 不仅让王宇坤陷入到自我怀疑 甚至想要放弃写作 直到有一天 他偶然读到一首诗 大致意思是 有人成功的早一些 有人成功的晚一些 但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和节奏 不必去追赶别人 王宇坤深受启发 他调整好心态 让自己沉下心来 默默的积蓄力量 经过一段漫长的折服期之后 他再度出发 不仅陆续出版了几本书 还成功签约了一家知名的图书公司 对于成功 王宇坤说 没有谁的成功是手刀钦来的 但只要竭尽全力 朝着认准的方向去努力 等到时机成熟 自会展现出最耀眼的光芒 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一鸣惊人的背后 往往是自我沉淀的后继勃发 人生的路很长 不必追求速度 更不要和人攀比 如果只顾着去追赶别人的脚步 难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沉下心来 努力精进自己 悄悄蜕变 终于有一天会惊艳所有人 能够沉得住气 方能够成就大事 三 所有的成功 拼的都是长期主义 作家格拉德威尔说 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高人一等 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一个人成功的几率 和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坚持 是成正笔的 肖申克的旧书作者 斯蒂芬金 被称这位画时代的恐怖小说家 累计出版了80多部长篇小说 其中21部登上了 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然而 他早期的写作生涯并不顺利 斯蒂芬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 却退稿无数 毕业之后为了生计 他一边在图书馆洗衣房打工 一边坚持写作 但作品始终是反响平平 巨大的挫败感和无数否定的声音 充斥着他的生活 身边的人劝他说 你的小说根本就没人看 你吃不了作家这碗饭 不如好好去工作 可他还是选择坚持下去 他趴在洗衣机上写 在拖车房里写 在出租屋的门廊上写 利用所有的时间不停的写 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魔女嘉丽》 然而却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 直到第三十一家出版社才接受了他的作品 意想不到的是 此书竟卖出了230万册 他也一举成名 新东方创始人于敏洪曾说 能够达到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 一是熊鹰 靠着自己的翅膀飞上去 另外一种 便是蜗牛 蜗牛虽然没有翅膀 但是一步一个脚印 坚持走下去 仍然可以爬到顶端 成功不怕晚 只要肯坚持 JK罗林在悲剧十二次之后 32岁才出版了《哈利波特》 莫言57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他开始写作整整31年 演员张义 在成为影帝之前的20年 一直默默不闻 这些人成功的背后 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更是无数汗水和泪水交织的结果 而基于求成 似乎是现代人的通病 据一项调查显示 有24%的人 会在两个月之后放弃原定的目标 50%的人 会在六个月以后放弃 有很多人 在事情没有太大进展的时候 便会自我怀疑 心灰意冷 殊不知 这个世界上 没有速成的捷径 也没有轻易的获得 所有的成功 拼的都是长期主义 风轮曾说 所有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熬不过 出局 熬过去 出众 人生最后的赢家 必定是长期主义者 不管前途多么渺茫 只要坚持住不放弃 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最后 让我们以邓清明的话来进行共勉 在追梦和奋斗的路上 可以停下来休息 可以停下来思考 但是 绝对不能放弃